最近有网友咨询超声波定位音箱 想知道这种神奇的音箱 为什么能朝特定方向辐射声波 还有它的实际使用感受如何 对此 本up专门去网购平台转了一圈 发现这个小音箱动辄就要几百大元 那么它究竟有怎样的高科技呢 由于人耳的听觉范围在20到2万赫兹之间 这个频段的声波都是以球面向外传播的 所以没有指向性 因此想让声音定向传播 可行的方法是利用波数较窄 方向性很强的超声波作为载波 将我们能够听到的声音进行调制编码 生成携带可听声音波形的高频交流电信号 这些信号经过电路放大后 被送进超声波换能器 也就是超声波定位音箱的小喇叭 然后定向的发射出来 由于人耳听不到超声波 所以将在波里的可听见的声音 自动解调出来 就还原出了声音 这种小喇叭之所以叫做换能器 主要是工作原理和我们一般音箱的喇叭不完全相同 比如电子市场里随处可见的压电式患能器 就是利用材料的压电效应 通过施加外力使其厚度变化 材料两面就会产生等量的正负电荷 也就是打火机按一下就能放电的原理 众所周知 你给UP100块钱 UP就会昧着天地良心 使劲拍你的马屁 那么反过来 如果UP使劲拍你的马屁时 你就应该自觉的给UP100块钱 所以具有压电效应的材料也是一样的 你压它时它就会放电 你给它通电 它就会由于改变厚度而产生高频率的振动 所以被作为超声波的声源 知道了原理 接下来的硬件比较简单 整个电路由四部分组成 首先是音频输入端的放大电路 可使用一枚LM358运算放大器 价格大约一元 然后是音频信号的调制和输出 使用STM32F103微控制器 价格大约20元 这个微控制器可将音频信号 在40千赫兹的载波上调制 该微控制器的魔术转换器 将模拟信号通过麦宽调制 转换为数字方波输出 接下来 信号通过TC4427驱动器 来驱动换能器 也就是驱动超声波小喇叭 这个放大器价格大约2元 最后就是超声波换能器 型号TCT4016T 一个大约2块钱 但问题是 这小喇叭发出的声音太小 单个换能器的音量几乎听不见 所以要多并连一些 一般15至20个 将其组装起来后 总价大约60元左右 制作完成后 输入音频信号 这些超声波换能器 就会发出40千赫兹的声音 这个音频具有很强的方向性 只有正对才可听到 当然超声波是听不见的 但其中调制的可听的音频 就会引起耳膜的震动 让你的耳朵变成了解条电波的收音机 从而使听神经感受到声音 当然 这个音箱不是B超 其发出的超声波穿透力几乎为零 所以隔着一张纸 声音就会被立即阻导 通过对超声波定位音箱的了解 我们已经知道 这个东西的特性就是支坑自己 不坑别人 它的音质 宛如你拿着一个解放前 从阿富汗进口的收音机深处广州 收听莫斯科的广播 而旁边的人却听不到任何动静 所以 阿富汗是终想不明白 这样的音箱意义何在 带个蓝牙耳机 它不相吗